各式各样的美食文创市集活动 还有生态导览体验的每到假期 潮州这家游乐园都会邀请许多小农特产 及胖卡美食车进入园区提供游客到访 然而为而让园区发挥更多元服务 游乐园首度开放园内露营 包含表演舞台前的大草皮 以及桃花西木林夏让亲子同游 也能夜宿森林享受花草芬朵金 今年元旦有美食市集还有文创市集 还有鸭蛋DIY的部分 以及各式各样的就是大家喜欢来这边参与的一些活动 我们有活舞不定时的演出 那同时我们今年首度开放有两大的露营区 因为现在的人很多都喜欢露营 那我们在第一大露营区就是在表演场的前方那块大草皮 开放体验不同的露营乐趣 那第二大露营区是在我们桃花西木森林底下 那两种不同的露营的地方 让喜欢露营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来体验 业者强调为了让夜宿体验更丰富 除了各式美食市集 园区安排活舞表演 让亲子野餐之余也能欣赏精彩演出 享受另类团圆乐趣 在森林跟不同的草皮的露营 它有不同的感受 也非常适合 甚至家庭亲子都非常合适 在草皮上面 天亮起来就直接跟小孩在草皮上面玩 或者是野餐等等 都是一个非常很好的体验 另外园区也规划许多专区 如以在地食材制成的洛神花手工弹枕专区 可以观看制成 也能品味美食 携带伴手里回家 而目前园区配合露营专案活动 潮州证明免费 只收停车费 其余游客则可以100元录源 换民众勇约到访 夜宿桃花新木林 感受大自然之美 屏东新闻不一提杨正义 采访报道 法案